有遇到覺得好像 什麼都很契合的人 然後真的是合到一想說 這個人好像就是另一個我 但是是我喜歡的版本的我 那很棒啊 我之前都會很容易有容貌焦慮 或有時候其實也會陷在裡面 我們有聊到譬如說 大家有生小孩好了 我們聊到生小孩 然後我就還比較婉轉地說 可是生完小孩之後 身體可能會有很多的變化 然後身體狀況應該也會不太一樣 然後他就直接跟我說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但是我是要找孩子的媽媽 不是要找誰拍照比較好看 我整個人就要 我整個人就要去了你知道嗎 我就溶掉 然後當然這要就是 是有準備要談感情 就會討論一下 要出軌的話怎麼辦 你對出軌這件事情的印象 是如何好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經歷過那種 生離死別 所以他更知道說 如果你已經可以選擇 跟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的選擇是一件很值得 珍惜的事情 因為有太多分開的理由 是你沒得選的 是你沒得選 你要不要生這場病 沒得選 車禍會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所以他就覺得 人可以有選擇 愛自己的人 是一件應該珍惜的事 我又覺得 我們三觀合在一起 就很棒 除了三觀 連生活都很合 假設我們都喜歡吃生火腿 會不會太多泡泡 很好 非常地喜悅 然後譬如說 我們都喜歡吃生火腿 可是生火腿 其實是滿鹹的 對不對 你知道 所以我有一個小習慣 是我要吃生火腿 以前我會把它撕撕 對 撕一撕 所以你一放到舌頭上的時候 你不會有一整塊 鹹鹹的感覺 然後就在有一天 我們做一做菜 要吃生火腿 所以我就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你怎麼會 就是也會做這個 很細節的小動作 然後我也是喜歡 這樣子吃東西 我就覺得連吃東西 都很合適 然後就開始了我的焦慮 佩玉的對象要怎麼找呢 聽說你現在都有 是男女生的聚會 各半你也會覺得焦慮 對 其實各半 我會覺得緊張 那天就是 那天發生一件事情 就我跟原本 兩個男生朋友約吃飯 所以我們三個人 但來以前他們跟我說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男生要來 然後好 來了之後 就OK 沒關係 這個我還可以接受 結果來了之後 他們又再各自 再找其他的朋友來 或者是又有 其他的陌生女生來 所以這整個現場 突然變成欺男欺女 然後我真的認識的 是不是就只有我這個人 跟原本我那兩個朋友 對 然後這個 這樣子的對坐的環節 就開始會有那種 對啊 就坐下來 就你叫什麼名字啊 然後那你做什麼啊 今天是配對他吧 就可以 連姻 我沒有準備好要連姻 不好意思 我沒有帶著連姻的 心情出門的 我原本以為 我就要見這兩個朋友 然後再多帶那一個 我也OK 沒關係 但突然就變成連姻了 把我整個人搞得很焦慮 然後他問沒兩題的時候 我就說那個 我出去吹個風這樣 然後我就趕快上去吹吹風 然後一吹吹半個小時 我找不到理由 說服自己回去 就是那對我來說太緊張了 我其實會有一點點怕聲 雖然做主持工作 感覺不可以怕聲 但是其實是工作以外 私下的時間 我是會怕聲的 就覺得不自在 對 我就覺得不自在 所以你單身有點焦慮 但是你如果找到好的對象 你也會焦慮啊 為什麼 這是不是就是標準焦慮人的焦慮 有 也焦慮 對 也焦慮 就是有遇到覺得好像 什麼都很契合的人 然後真的是合到一想說 這個人好像就是另一個我 但是是我喜歡的版本的我 那很棒啊 我之前都會很容易 有容貌焦慮 或有時候其實也會陷在裡面 我們有聊到譬如說 大家有生小孩好了 我們聊到生小孩 然後我就還比較婉轉地說 可是生完小孩之後 身體可能會有很多的變化 然後身體狀況應該也會不太一樣 然後他就直接跟我說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但是我是要找孩子的媽媽 不是要找誰拍照比較好看 我整個人就要 我整個人就要去了你知道嗎 我就溶掉 然後當然這要就是 是有準備要談感情 就會討論一下 要出軌的話怎麼辦 你對出軌這件事情的印象 是如何好了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經歷過那種 生離死別 所以他更知道說 如果你已經可以選擇 跟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的選擇 是一件很值得珍惜的事情 因為有太多分開的理由 是你沒得選的 是你沒得選 你要不要生這場病 沒得選 車禍會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所以他就覺得 人可以有選擇 愛自己的人 是一件應該珍惜的事 我又覺得 我們三觀合在一起 就很棒 除了三觀 連生活都很合 假設我們都喜歡吃生火腿 會不會太多泡泡 很好 非常地喜悅 然後譬如說 我們都喜歡吃生火腿 可是生火腿 其實是滿鹹的 對不對 你知道 所以我有一個小習慣 是我要吃生火腿 以前我會把它撕撕 對 撕一撕 所以你一放到舌頭上的時候 你不會有一整塊 鹹鹹的感覺 然後就在有一天 我們做一做菜 要吃生火腿的時候 我就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你怎麼會 就是也會做這個 很細節的小動作 然後我也是喜歡這樣子 吃東西 我就覺得連吃東西 都很合適 然後就開始了我的焦慮 就開始了我的焦慮 聽起來都不錯嗎 對啊 是不是 聽起來很棒 才滿合理要焦慮 就是因為你會想說 我自己會想說 就這麼合 然後也沒有要磨合的事情 是好不真實 你是在焦慮 世界上沒有這麼完美的事 對 對 我就在想 肯定沒有這麼完美的事 那那個不完美 或者是那個 那個我即將迎接來的東西 會在哪裡 就坐坐看就知道了 你試著叫我看看就知道了 真的喔 他就沒辦法 對啊 我就開始怕耶 然後我不敢跟他出去 他就是怕不合 因為現在太合了 合跟不合都想像來 你怕破壞這份美好 我其實是希望迎接那個 我想要知道真實的 我們相處的狀況是如何的 你是個勇敢的女生 你是個行程 可以排到無敵滿的女生 你就迎向這個 忐忑不安的未來 有什麼不好 你的行程就是每天來看看 他有什麼樣的表現 可是就是因為他有控制慾 他什麼都需要排 他可以知道 他可以控制 這個東西他沒辦法控制 我不知道那個 他就會怕 那妳是很棒的挑戰嗎 的確是 你這麼說 那我去跟他交往好了 我真的覺得 真的 清潔姐的話 我就吹一下跟他交往 妳是在擔心這個事情 我就會擔心這件事情 妳最近在看一本書 妳覺得對妳有幫助 什麼樣的書 它其實是那個 斯多噶學派的書 然後它的翻譯 翻得滿有趣的 它翻成給焦慮世代的哲學處方 然後我覺得它可以 很幫助我的事情 其實我就是偏感性的一個人 其實我有一點感性 然後很容易會被這些事情 覺得好感動喔 就是好感動喔 跟好可愛喔 是我日常最常說的話了吧 就是好可愛喔 好感動這樣 然後斯多噶學派 就可以帶我抽離這些情緒 比較理性地看待 這件事情該怎麼做 或譬如說 斯多噶學派有一個說法 就是弓箭手的理論 他說弓箭手只會專注在 我可以調整的事情上 譬如說調整我的心情 調整我瞄準 或者是調整我的肌肉 這些記憶 但是建設出去之後 會被風向改變 或者是會突然出現什麼東西 哪會飄一個什麼葉子 起來影響的 那都不是我可以管的事情 就是我只專注在 我可以影響的範圍裡 而結果是什麼 是這世界給我的 然後我就想說 這的確是 針對我這個焦慮的人 我可以透過這本書反省 這就是我們剛剛在講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因為它太完美 你怕跟它交往 因為你沒辦法控制 對 所以你真的要好好地 把握這本書 然後要聽進去 好的 就是放鬆你的控制的感覺 的確 對 發手打開 你怎麼建議 他單身也焦慮 遇到這麼好的對象 他也害怕 踏出了第一步 我覺得他不確定就會焦慮 但是有些時候 人生就是要有一點冒險性 你在冒險的過程當中 也許不在你的控制範圍內 但冒險也會帶來驚喜 所以你如果每一樣 都在你的控制範圍內 你就會耗損太多能量 去控制所有的事物 不確定 就讓他看看 會發生什麼事 是啊 你如果提早憂慮 你就享受不到美好的人生 去冒個險吧 真的 好的 謝謝大家 勇敢一點 好 其實我們常常對人生中 非常多事情覺得焦慮 對行程 對時間 對一根頭髮 對對像都很焦慮 我覺得焦慮也是保護 我們自己的一個方式 提醒說我有個地方 好像是問題的來源 我的焦慮源到底是什麼呢 正視自己的內心 那找到可以對應的方法 我就過了這一關 人生就會變得更美好了 要幸福喔 拜拜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